台北双子星开发案从去年10月第5次招标之后就风波不断 台北市长郝龙斌为了澄清疑虑 商务主动召开记者会 证实马来西亚商、怡保等两间公司 当时确实有来台投资的意愿 他们这边有依照征选公告的需求 提出该公司董事会的一个决议的文书 北市府拿出当初审核马来西亚商、怡保、花园 以及古中城两间公司的验证文件 董事会同意书上清楚写着 两间公司都有来台投资双子星开发案的意愿 并且愿意付连带保证责任 这份文件上还有马来西亚当地公证单位 以及我国驻马来西亚办事处的认证戳张 而且也经过经济部许可来台投资设立分公司 北市府拿出文件要证明审核过程没有疑虑 在过程进行当中 我们市政府是非常积极的进行了各项的查证 包括征信 包括我们有驻外单位法院的文书验证 希望检调单位能够尽快的查明真相 郝文明希望检调查明事实 也呼吁外界不要为审先判 不过对于这次双子星开发案 外界执意投资团队有以效标大的嫌疑 郝文明坦承征选过程有瑕疵 未来将更重视得标团队的财务能力 针对50亿以上的大型标案 我们投标团队的计划书中或投资7月书中 都必须要要求清楚而且具体的财务资讯 符合资格的全体投资人 共同拟定开发计划书 郝文明承诺未来会更加谨慎 不过眼前双子星开发案进度停摆 会不会与第二顺位中华工程 议约或是废标 目前还在等待审议 双子星案仍是焦点 雨电TV陈明彦正希台北报道